我之所以知道你不是博先生 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都是因为那个 好吧 既然是这样 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你好 我叫傅子余 我是那个坑人的博敬严的朋友 你好 我是简阳 不是跟你说了吧 你工作忙就不用来接我了 几条线索都没有进展 队长让我别碰得太紧 怎么样面试 笑什么 问你怎么样 这个工作肯定是我的 这么自信呢 等人瞧吧 这是你放在楼下的 我需要一双有洞察力的眼睛 博教授 你现在找的是一个临时翻译 并不是长期的助理 出智力题就算了 你还要搞人的洞察力 显而易见 我不能让太蠢的人 来翻译我的作品 一个思维不敏锐 不细致的人 注定只能翻译出 字面的意思 无法理解细节的精致 和文字背后 浑然一体的灵魂 那这个简瑶 她能不能理解你的灵魂啊 没人能理解 许晗哥 听姐的 大瑶瑶 你还记得吗 修阳哥来了啊 记得什么东西啊 合同 我拿到那副翻译的工作了 真的 来个 水果 谢谢 什么呀 妖怪寄来的 我看签名 我 我人是妖怪 自如其人嘛 就算她是妖怪 那也是一个 很有风骨的妖怪 我静言 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啊 好像在那儿看到了 被你一个刑警队的人 觉得名字耳熟 不是什么好事 她该不会有犯罪记录吧 对不起 那我这得查一查 是 我跟你开玩笑的 听我的党师说 这位博同学 刚从美国回来不久 所以人家就算有犯罪记录 那也是在美国 哪是一个小城市的警察 能查得到 可能特别人 都走了 长江 有事说事 喝个罪 给讨助他 可能是不动心 Tumb queremos 她就好突免 那就仔细 twenty 我应该跟她的 我交代完他之后 我就回江州了 鱼鱼冰箱已经塞满了 够你吃一阵子 对了 这次的翻译 还要不要收钱 不用了 电子版就可以了 看不出来 你还挺怜香西域的嘛 他的字不好看 难怪 要求这么高 不迷你 十五岁 家住青江镇 父母安排大寒假 到同事的姑姑家 暂住过席 六号早晨 搭乘九路公交车出发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打呢 这是第六宗失踪案 市局还不统一兵案吗 这个年龄断的寒 离家出走的也很短 丁幸文团伙拐漫 这证据嘛 是有些不足吗 其他的失踪案 都是确认发生在市区的 如果这些 真的都是关联案件 那我们就可以假定 傅民意中途没有下车 而是直接到达的同事 打印照片 以总站为远点 走访排查 看看有没有人对他有影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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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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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人脾气有点怪 挺讨论的 你最好还是别上去 啊 一楼呢 除了那个上所的房间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你的天下 你可以把它当作自己家一样 随意识 是 是博先生吧 不是 有的 感谢观看